这雨好大啊 是啊 不过我还挺喜欢下雨天的 你觉得呢 快了 每天下午有两辆校舍回学校 还有十几分钟 不着急 慢慢等吧 我记得我们读书那会儿啊 我们公交车站 就一个杆子 然后换个牌子 可没有这种能当雨的东西 那 你要是跟我回学校的话 回家去学校 你方便吗 我等一下不回家 我直接回录音棚 等会儿可能 下雨天打算麻烦点吧 那多等等总有的 是吧 我要早知道下雨 我来分校就好了 我觉得来分校挺好的 好 难好了 你说你大老远的跑过来 买几本书 诗区又不是没有书店 就当是来 体验一下你们分校区的环境吧 我读书那会儿啊 可没有什么分校区 我们只有一个总校 这次就算是 见您 体验一下 好 有一次我们见面 就是在下雨 记得吗 记得 我记得我们是在 在车里对吧 嗯 车里 唉 来了来了 走吧 等一下 这袋子不防水 傻瓜 走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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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不着急 让她们先上吧 我看她位置还挺多的 哦 你往后面摘一点 嗯 走吧 走吧 擋着点 谢谢 上吧 你先上 往后面坐吧 我们坐那吧 那里 我帮你了 我帮你了 谢谢啊 好了 那好的啊 嗯 怎么了 我给你找找纸 哎呀 我 我好像带纸了 我 我好像忘了 那 哦 谢谢啊 不好意思啊 你带纸了 这么细细 哎呀 我是平时不带纸 我就是今天出门的时候 问了一嘴帽子 阿体叫我 你擦我了 你要帮忙我 你先吧 你先吧 我擦了 不用 你在外面 你那比较实的 我男生没事 你来吧 你太残酷了 要帮我呢 要帮我呢 刚看你爱的时候都这样呀 不像咱们两个 现在拿到什么都先抢 谁敢跟你抢啊 你还敢交变 你没抢吗 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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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错啊 你擦吧 我不用 我看一下电话 我们公司有点事 我先回个训细了 嗯 你说梦还跟我说 哎呀 我们自己床一眼 没什么周不周末的 要是都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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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不方便说话 你们先说 我听着 有问题文字回复 老板 你在哪儿呢 在一个大家都睡着了的地方 嗯 嗯 行了 你们只回微信到现在吗 嗯 我看你去着了 回谢谢 老板 约会呢 那个你们说我静音了啊 嗯 你在开会 对不起啊 我刚刚说的没听到吧 怎么 刚刚没静音你说话 现在静音了 怎么不说了 我不知道 没事 那我先开会 你 你先开我 我不说 好 行 好 行 我知道了 行 嗯 那差不多了 等会儿你们把回忆记录罚我 我先挂了 好 你有笔吗 笔 嗯 嗯 等一下 这个可以吗 好 好 谢谢这位沙医老师 不客气 嗯 对了对了那个 我把杨树的照片 网盘发给你 哦 对 照片 照片 你发我就想 好 拿回去 嗯 说到了 谢谢 嗯 嗨 嗨 今天外面风好大刮得呼呼的 宿舍和食堂中间那棵大树就倒了 那 你害怕吗 我可以陪你打电话 我都几岁了还听风声害怕 哎 我得先去洗衣服了 这个时间点洗衣机用的人少 比较好抢 那 去吧 那我过来 来 孙蓉今晚在家吧 哦 应该在家吧 那就好 今天高级别预警 好几条地铁线都停了 幸亏你早回来了 不然被困在分校区怎么办呀 我先去洗衣服了 这么大的雨 也不知道它安全到了没 不应该判断 可以吗 对 对 好 写什么呢 干嘛呢 你挺自恋啊你 什么 恋人签名啊 干嘛 我给你来一个啊 怎么着 比你好看吧 签名大笔篇 我给你来一个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这都是要成本的 你们签完没人要 这本子怎么办 不是 什么意思啊 虽然我们俩知名度没有你逃 但我们也是有名有姓的 虽然我们俩签名的机会没有你多 但我们至少要有自娱自乐的权利 你刚才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还不是你们两个到底有事没事啊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呢 你说什么 这要是被大雨困住多浪漫啊 在孙小区的教室里坐上一晚上 冒哥 冒哥 你等等 你说清楚了 谁 不对 你说清楚了 谁 谁 没谁 没谁 这就没谁 我回去了 你们聊吧 你说话说你真打一打 军北 你已经有点过分了 你要不是知道我救英特的 你在这样 干吗 你是不是我今天我都要切 王可 都给我 姐出去啊 我帮你 你等我 你咋啊我 给我留几本 你再给我出去 怎么样 有意思吧 这是我们录音棚的保留项目 私下都挺可爱的 就是莫老师跟风老师不常过来了 现在一周都见不到一次了 他们忙嘛 你是没赶上我们最好的时候 我们读书的时候啊 大家最活跃 那个时候 这可热闹了 快点儿 喂 书生 这么大的雨 你现在在哪儿啊 这样要注意安全啊 嗯 我现在在同学家呢 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 我的雨小了点儿 我就打车回去 你看吧 要害怕 你给我打电话啊 怕什么呀 你们可千万别出去啊 这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好 你也别出去 嗯 好 拜拜 莫医生 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莫医生做完手术了 来关注一则天气方面的信息 受强降水云团的影响 地区已出现强降水 预计强降水 预计强降水仍将持续 你今天难得早下班 嗯 但是这天气 怕是不太好开车啊 哦 没事 坐地铁呗 这时间这天气 地铁人少 精紧 你是忘了咱们是在分院了 两条地铁项目都停了 怕是没得做喽 哦 也是啊 没事 那你再等等 是不是你吃狗东西 行 那莫医生你先休息 我先去忙了啊 行 忙就行 好 好 你在医院 没事吧 刚手术完 方便语音吗 喂 你在哪儿呀 分院还是本院 在分院 下午门者后边有三台手术 手术完了到现在 那你吃饭了吗 又见螺丝粉 今天你妈妈提到桂林杨硕 让我想起了那几天的旅游 刚好柜子里有螺丝粉 我就直接打开来泡了 晚饭 又见 我刚刚还在想 又见是什么牌子呢 你到家了吗 别被雨拦在外面吧 早到家了 听你说的我都饿了 你等我找吃的跟你一起吃 去厨房找啊 对 去厨房 你等我下个楼啊 你等我ious 在医院职班 是啊 刚换班 帮我去对面超市看一眼 超市 看看是不是有个女孩困里面了 你也处于安全 女孩 你就远远看一下 别进去吓到人家 好 马上去 找到好吃的了吗 嗯 还没 我妈没有顺饭菜的习惯 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我妈竟然在家里放了螺丝粉 你当心吗 倒是巧啊 对啊 你怎么没生了呀 已经泡好了 再吃呢 你怎么没生了呀 味道还行 当然不如煮得好吃 那肯定没法比啊 我们在桂林吃的螺丝粉 那焦头都有十几种 而且那螺丝 都是大块大块的螺丝肉 你慢点吃啊 等等我 好 等你 好 等你 叉子现在已经放到盒子上了 那我们直接视频 能看着吃 不太方便 我外公还没有睡呢 直接视频 万一他过来看到了不好吧 而且今天我爸妈都在 好 报告莫老师 我要开始加调料了 嗯 我都已经吃了两口 那我要加快 报告莫老师 我开始吃了 那开始了 这个辣度我觉得刚刚好 嗯 我这碗也是 老板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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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里有客人晚上挂了 开门啊老板 开门 不好意思啊 我们打烊了 你有吗 雨夜 我要买雨夜 雨夜 雨太大了 我散坏了 你进来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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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咱雨夜有吗 哦 雨夜是吧 你稍等一下 嗯 嗯 雨夜 哎 谢谢啊 哎 多少钱 二十五 啊 好 我给你钱 扫码啊 这边 哎 手机开不了了 啊 没事没事 算了 那送给您吧 林导雨她坏了 那 那那那 要不我明天把钱给你好吧 嗯 好 啊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哎呀 这雨太大了 哎呦 哎呦 谢谢啊老板 明天我把钱给你啊 你小心点儿 注意安全啊 嗯 谢谢啊 注意安全啊 你回去吧 哎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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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点儿 哎呀 进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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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哎 没事没事 嗯 请问你要 买什么东西吗 我不买东西 啊 你 你是 我 嗯 我 我 我来看看 看 看看 看看你 看 我 啊 看看 看 看你 哎 那个 我 哎呦 我说话跟你说吧 那个 我 我叫张乐乐 那个我是对面医院的医生 莫青城是我同事的那个啊 他让我来看见他 哎呀 哎呀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那个 你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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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啊 他 他可聪明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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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拜拜 谢谢 谢谢 那个 那个 有个事我挺好奇的 你说这 大下雨天的莫医生 专门让我过来看 你在不在 你们关系 就肯定不一般吧 你是他女朋友吧 嗯 哎 那个 那行 那个 莫医生交代的任务 也完成了 那个我还要值班 我先回去 哎 等等 我 我给你拿双拖鞋吧 你鞋都湿了 哦 不要了小子 那个我让他给我报销 那吃的呢 吃的要不要拿一点 他那个消息室友 我走了 哦 那 你小心点 那你注意一点 你把门锁上 哦 谁来都别再开门了 那你小心点 走吧 嗯 刚刚你同事来过了 真是瞒不过你 这你都猜得到 他回去了 嗯 对 他说他晚上还要值班 就回去了 喂 莫医生 枣子呢 已经是在超市里 安然无恙了啊 那个任务顺利完成了 你就说我靠谱不靠谱吧 靠谱啊 谢了啊 你光谢谢就完了 我冒这么大笔 你帮你去做了这么大的事 你不得好好报答我一下 哎 那个 你什么时候喜欢搞那种 暗度陈仓了 她是不是就电话里的 那个花阁姑娘 什么时候抬上台啊啊 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呀 回头再跟你说吧 哎 莫医生 现在就走啊 外面雨还没停呢 我知道 我女朋友还在外边 等会儿呗 外面雨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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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这雨下可够大的 没完没了了 这天气外卖也叫不着 我饿了 枪大厨又不在 我给你做点 你这样会让我对人间美味产生质疑 既然对人间产生质疑好吗 这哪儿抄了这台词啊 凌场发挥 这天气小女孩一个人睡觉会害怕哦 你说谁 说豆姐 我豆姐叱咤风云江湖一霸 完美配音背后真正的老板 她爸啥 人家在外面收雨声呢 就这声音逼真以后能用得着 姐就是姐 我们做事 我们做事 有些人做事 我都要认识多事 一把你便宜 同事 什么事 在哪儿呢 我整理一下 我没办法 我尽量的想法 我你再做团队 你这么难的 其余的我什么也不管啊 看见了吗 一条微信没发出去 睡不着觉了 太年轻了 还是太年轻 豆豆姐啥时候回来呀 我可太想她喽 你姐很奇怪啊 豆豆姐伤 豆豆姐短的 怎么了 你想她了 你们可是做了很多年的兄弟 不能这样 这里除了枪老师 豆豆姐做饭最好吃 我饿了 饿了明白吗 我自己研究去 我不信 不行了 我不同意 我尝试有事 我尝试你 别忘了我 然后我尝试你 你这个 你这个 你们俩身杀了姐 呀你这个 千万个潮汐从何说起 描摹一笔深潜于天外星 一点一滴勾勒出昨日惊喜 和眉眼如怀道你共同行 漫过山风的雨无情情 似时看不远走不全的曾经 这一路千里共繁星 我供你走下去 百年与共一朝一夕 如同云底是天下雨 你抵掌的时候我懂了心 从此而盼已更新三更远 千万众声音中听见你 千万众声音都孤寂 听见你读白句 说我很想很想你 如读懂一幅画外影 读懂你的悲心 心默在梦外梦里 此生有你 有一声将青梅尽头 又一声将青空吹一周 浮落了无形的春雨 天地未寻在修切时候 谈笑着仿佛的梦里 谈笑着仿佛为牵手 沉默着想落在晚霞身后 那瞬间还荡荡悠悠 这么晚开着刀 外面看得一进二出 关灯 要关灯 你就像一条河流过的心头 回想着明月般恒长的温柔 飞断流程中回首 苦盼流传中相拥 每一生再对一生说永久 我在吃零食 有心思吃 那我就放心了 你在哪儿呢 在医院 那这个时候 您可别到处乱跑啊 知道了 瘦瘦 你还怕吗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喂 你不睡了 不累吗 我没事的 你不用给我打电话 我睡不着 你也怕猫风雨 对了 你不是说 你过去经常听我的广播剧睡觉吗 高中的时候 好 那这样 今晚不用关他电话 我们聊天到你时长为止 或者 你要是实在没有话题了 我也可以给你背稿子 你喜欢那广播剧的台词 都按楼告诉我 我搜出来念给你听 或者有一些我能记得住的 我可以直接背下来给你听 你只要说话 随便说都行 消防车 应该是吧 这种天气 消防出动得比较多 好 放手歌听 好啊 好啊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情千万 一路人影小说 唱 李宗盛 唱 李宗盛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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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隐情双隐隐缘 照镜中我 隐身说 日全归 喂 喂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帮我开开门 双双 开门 你怎么来了 快进去 快进去 快进来 我来 我先开灯 你 你 傻了 路上开得不是很顺利 不然能早到百小时 你从哪儿来的 我从分院过来的 你看 你都淋湿透了 我去给你拿个毛巾 你等我一下 嗯 这么晚了 一个女孩自己睡在超市 多不安全啊 这种暴雨天 坏人都躲起来了 对于他们来说 也不安全 我来 谢谢 谢谢 你的鞋湿了吗 我要不要 我给你插一双拖鞋啊 没事 不用 我上车先换了它 给我吧 嗯 突然觉得住这儿也不错 又吃又喝的 而且啊 随便吃 行 今天晚上你拆了的 我付钱 我家超市 你付什么钱啊 再说了 今天晚上是你来陪我 应该我请你吃 随便吃 都是我的 嗯 我知道 我来 谢谢 你晚上自己在这儿会不会害怕 刚才其实挺害怕的 外面都是黑的 只有我们家超市亮着的 立刻就害怕了 这时候把灯关上更安全 深情分 分析得不错 还有 音乐开始公放的时候 店里空荡荡的 音乐声越大越害怕 戴上耳机发热心惊 你里面的衣服都湿了 怎么办 你店里有没有雨衣或者雨伞 我车里有干净的衣服 我给你拿进来换一下 有 这儿 好 我刚才本来想吃灌冬煮的 白天卖得太好 没剩几个了 刚才螺丝的量太少 吃几口也没吃饱 我刚才过来着急 也没吃几口 好了 是不是饿了 你还没吃饿了 既然这样 要不 先记一下我们的五桑药 每天饭够没有啊 你要做饭啊 现成的东西 现成的汤 想吃还不容易 有 我去拿 这个可以吗 可以 想吃火锅面 还是火锅粉丝 面吧 面入味 好 走 雨好像小一点了 是不是 给 好香啊 好香 好香 这么多汐 对啊 好多 好多汐 好香 好了 煮好了 来 给我 你随便一做 就让这么有事业 以后 我们开一个餐馆吧 就是小馆子那种 没几张桌子 我敢担保 网上排队 肯定得排到几个月之后 好啊 你当老板见 先尝尝这个 这个给你 我给你 我给你 这个给你 好吃吗 好好吃啊 够了够了 我吃不完了 吃不完再给我 这个是猪消化的 你可以放心吃 嗯 确实不错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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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丸子好好吃啊 我要让我妈再多几点喝 这里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 给你尝尝 我不是爱吃吗 我都吃了啊 嗯 一起吃一起吃吧 停 不许夹给我 吃 好 嗯 这就对了吧 没冰柜里还有很多呢 应有尽有 放心吃 随便吃 在我的地盘 吃得起 好 吃 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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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背 敢再次潜入魔界 敢闯延波禁地 胆子不小 你们是如何溜进来的 威胁我 睡会儿去吧 不行 我真得躺会儿去 去吧 把门弄啊 现在雨还下吗 我这边还在下 明天去苏州 我们学校明天放假了 不让出门 不让在家待着 我没远饭了 不过我住校 更小心 我家离得近 在家呢 那今天可以聊晚点啊 反正打了也睡不着 对啊 好不容易待着明天不上课 那可不得聊到天亮 听错了 阿晨 你是完美喷音的老粉 你这到底一定多 继续继续 跟他聊哪儿啊 绝美 我早几年会喷音轩的时候 他还挺活跃的 一代新人换旧人了 现在有名的活跃的爱情 我都不认识了 但完美还是永远的神哪 我们这么聊 不会被本人听到吧 真希望他们能来听 正好一起聊 这么晚了 他们应该都睡了吧 没事 他们睡他们的 我们聊我们的 阿晨 你继续 应该就是孔晓星的声音 哪个是他呢 我记得 一开始完美配音的人 都在各地 后来慢慢主力全去了一个地方 对 我记得他们有一次周年庆 几个主力聊过这事 黄金年代啊 三大王牌群啊 可惜啊 没见过黄金年代 原来是这个啊 妹子 你是新人嘛 那可错过好多啊 你们听说过绝美的绯闻吗 她 她还有绯闻吗 谁 绝美 没吧 玩笑开得多 但她微博只发广告 不和别人互动的 我没看到 会有什么真材实料的CP 不过 我一直喝她喝豆的豆饼 两人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 年少相识 一起打拼过来的 我也是我也是 这对真的不要太好磕啊 我已经开始脑补了 一个帝王衣 一个郁姐衣 太配了 这对CP没法磕 你干吗打字啊 二枚坏了 我用了电脑 那你打字吧 刷屏的感觉不错吧 就你一个人打字 我感觉 风雅颂的CP多 她那个人百大 好像和谁合作 都能擦出来火花 我喜欢风雅颂 医生 我喜欢穿白大褂的 我也是我也是 一开始喜欢她的声音 虽然不爽 后来知道她是医生 就更喜欢了 听风雅颂 平时录节目 还有周年轻的时候 在杨树那场 她在后台 一直帮新人对稿子 人挺好的 当医生就此扶上 做配音演员 帮新人对稿子 妈呀 风雅颂好青年啊 爱了爱了 是吧 风雅颂人确实挺好的 而且颜色还那么高 完美 完美配音的完美男神哪 风雅颂好像有女朋友 说说看 谁啊 今晚碰上有料的了 快说快说 给大家煎几盛 臣听说不知道真假 好 本人澄清一下啊 没有的事儿 碰上本聪了 我就说肯定有人在听 是本人吗 不想送本人 是我 是我 大家当我不存在啊 继续 继续 聊什么都行 我就是澄清一下 我单身 打字那个 你听谁说的 打字那个 我不能抹黑我家男神啊 臭小子 放上本尊成亲 没话说了吧 你忘了有一回 几周年庆的时候 和绝美说过 我可没乱说 绝美 风雅颂和绝美说过 你怎么知道的呀 冯老师 你 你还在吗 你倒是说句话呀 有吗 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 我鼻子上脸了 一定是绝美瞎编的 或者是她记错了 有啊 反正我不记得了 没有的事儿啊 好了 我加班去了 风老师别走啊 再淘一块钱的呀 对啊 好不容易碰上本尊 别走别走啊 洗干净了 放在里面 嗯 快四点了 要不要睡会儿 我明天正好 从这儿去上班了 住这儿还挺方便的 以后我们偷偷地常来 只要你早上 过个马路就能上班 我倒是没事 反正住院也是住 住超市也是住 那还是算了 好好的家不睡 睡这儿 连个正经的床都没有 哦 这个是平时我爸 或者我哥睡的 有时候太晚懒地回家 在超市盘点庄户 就睡这儿了 所以是单人床 叔叔这么辛苦啊 嗯 这个床装修前就在 新装修后也没省了人 好 几十几了点 但是我觉得 也能勉强凑 这怎么凑合呀 这可比单人床还小 怎么回事啊 没睡 我在呢 好像停电了吧 可是对面的灯都是亮着的 那就是超市的电路出问题了 明天给找人来看吧 嗯 超市停电了也不方便 那你跟我回医院吧 方便吗 方便啊 反正现在雨夜响了 只办事有几张床都弄睡 特殊情况嘛 没关系的 那好吧 感谢莫老师 今天过来陪我吃六吨大的 又请我去医院小住 作业汇报 我给你拿夹制的吧 好 够了够了 明天你妈妈来 看到超市被洗劫一空了 问您怎么说呀 没事儿 我每次同学家 他都会给我塞一堆吃的 他喜欢看别人吃东西 还有上次去录音棚 就是他给我的 真的够了 对了 这个床得收起来 不然我妈明天早上来 看到还以为有人偷偷溜机来住了呢 好 我来 哎 莫医生 你今天门诊不是在分院吗 这么晚了还过来 嗯 对 回来了 下这么大雨 不回家 回医院啊 刚好路过医院 回家太远了 开车不安全 来 到了 这就是我的值班师 随便在忙 我小的时候和我外公一起去过一次他的办公室 嗯 这还是我长大时候 头一回基医医生的值班师 你平时加班就睡在这儿吗 嗯 这张就是我的床 有时候懒得回去了 手术完洗完澡 就直接在这儿睡了 在录音棚熬得晚的话 就在录音棚睡 你熬了一夜了 要不在这儿迷活吧 我去趟录音办公室 那万一有人进来多看看 你把门锁上 我早上回来之前 会提前给你打电话 到时候你再看门 嗯 好 那我走了 记得锁门等我电话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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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准 爸 笑 荅 谢谢 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还没走啊 对啊 你下班 你想问什么 你知道完美配音这么多八卦老粉丝了吧 对 从他们创立起 确切地说 从完美配音没组件 强精词和绝美杀意 在网上小有名气开始 我就在 这样啊 你是在下学生 刚才听你们聊大学 是 是 这么晚不睡 不会吵到宿舍同学睡觉啊 她在看片子 害怕 不让我睡让我陪着 我睡得太困了 我睡得太困了 先不聊了 再见 黄红暴雨的夜 太适合看这种片子了 完美 对 如果你不让我强行醒着陪你 那就更完美了 我以为你早睡了 都答应你了 说到做到 你也太好吧 你 跟人聊天聊到现在啊 没有啊 我只要是听 没怎么说 一群人在完美配音房间聊八卦 我盯着好玩 有八卦请你不喊我 那不是因为你在看电影吗 有啥内幕我不知道的 快 跟我说说 哦 风雅宋有女朋友 不可能 她出了名的单身呢 她自己也辟谣了 不过上线一会儿就走了 她居然上线了 她居然空降聊天室啊 对啊 自己社团房间 匿名听一群粉丝聊天 好不好笑 什么辟谣 我为什么要看电影啊 明天我也要上线蹲她 行了 早点睡吧 晚安 那我也继续睡了 晚安 晚安 庚小兴 你安全在家吧 不是吧 如果睡着了 明天早上再回吧 更小心 同学 如果我睡着了 能回这条短信 那一定是被你吵醒 可吵醒之后 看到你说明天早上再回吧 你猜我做何感想 我错了 怎么不找 你说吧 给我录个音频 嗯 哥 你才是配音演员 给我录个数样的音频 最简单的 怎么说 你听着啊 我教你 你听着啊 我教你 一只羊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四只羊 五只羊 六只羊 七只羊 八只羊 九只羊 十只羊 十一只羊 十二只羊 十三只羊 十四只羊 十五只羊 十二 十六只羊 十七只羊 十八只羊 十九只羊 二十只羊 二十一只羊 二十二只羊 二十三只羊 二十四只羊 二十五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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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只羊 二十八只羊 二十七只羊 二十七只羊 三只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副 Thirty 莫一声 尔ока那边找您过去 好 诶 张医生 职房时间别进去 昨天台湿 莫一声带着家属过来睡的 人家还没醒呢 早 早 莫医生被叫走了 一会儿就回来 你在休息呢 那那个你接着睡 我正好去查房 把门给你关上啊 把门锁上啊 把门锁上啊 喂 我刚刚还以为你让我去开门呢 我在儿科被临时叫过来了 你再睡一会儿 好 天天性蛮好的啊 假如我也看 莫医生 你女朋友刚才姓过 出来找你 我和他说 一会儿就回来 谢谢 喂 是你在敲门吗 是我 哦 我来了 好 睡得怎么样 嗯 挺好的 你的床睡得挺舒服的 现在早上六点多 还没有上班 我们先补个觉 走 医院 值班室 应该就是想补觉吧 医院 值班室 应该就是想补觉吧 我就是想补觉 我睡这边 你接着睡 爸 要不要 帮你上个闹钟了 好 上午了 快睡吧 爸 困死了 早安 早安 谁啊 我 有事吗 我在补觉 讨论一下病例 来了 要不我先回家吧 等你忙完了来找我 好 我去开门 对不起 我糊涂了 忘了你在 没事 没事 你帮忙 拜拜 人都走了 坐吧 来 用车吧 外公 你怎么又一个人上来了 来 坐 我跟您说了 爬楼梯危险 你不要一个上来 有事跟我说 我上来晒晒太阳不行啊 行 您想怎么样都行 昨天晚上这暴雨 没下着你吧 没有 是 有人陪着就不害怕了 对 昨天你妈还说呢 让你爸开车 到你同学家接你去 然后呢 然后我跟她说了 这么大姑娘不知道躲雨吗 再者说了 姑娘不让你们去 你们就应该失去 对吧 嗯 生生啊 你跟那个小莫医生 相处得好不好啊 好 特别好 好好好 那天带回来 让外公瞧瞧 外公这眼睛别看小 看人可准备 尤其看同行 你放心了 外公也得放心了 大家都放心 不着急 下次有机会 好好 行 行 外公坐 好好好 哎哟 封老板 什么时候回来的 早上 你没报我延误了 本来昨天晚上就该回的 在机场待了一宿 待一宿 然后闲着无聊 就跑语音房间去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那个 我听别人说嘛 哎 你别管了 你这脸色有点不太好 昨晚没睡啊 脸色不好 不好吗 我们 还行啊 过来 给你把个麦 行 把把来 好久没给我把了 我说你把麦这首倒是没白雪啊 哎 你上大学那会儿 为什么不学中医呢 现在中医可失险了 别打扰我 怎么了 我这 昨天晚上连点雨 现在 嗓子有点不舒服 算什么呢 怎么了 说话一句 你这 洗脉 洗什么洗脉 你知道自己淋了一嗓子疼 还不给自己冲个感冒凉 一会儿真言中我看你怎么配音 你这不中找了吗 不过说真的 你这眼带桃花印糖发酿确实洗脉 怎么说 最近感情有进展了 我说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 谢谢 不是费劲是费脑吧 智者不若爱和 你和强清词以前能何伪战 现在一个个往河里挑 脑子转的当然没我块儿了 你小子现在跟谁学的 说话这么贫呢 我一会儿洗个澡 顺带洗衣服 你有没有要洗的 我一块儿洗了 不为什么你每次洗衣服 都跟我的衣服一起洗呢 省钱啊 洗半度是一样的水电 洗一桶还是一样的水电 当然一块儿洗划算了 行 这省钱还是你能的 这叫会生活 天子一号第一省钱 给您的奶茶 洗了 多少钱 不要钱 你的风格 买一赠一 这是以奶茶代酒 欢迎你回来 我 我的呢 你不有感冒灵吗 喝什么奶茶啊 羡慕了吧 我和豆豆的友谊 岂是你能比的 行 行 行 比不了 比不了 为我和豆豆的友谊 赶紧呗 赶紧 赶紧 生生啊 外公就喜欢吃食料 就是包起来太费事了 爸 我给您多包几个 好 弄堂口尖 外公 我想先出去一趟 好 好 郭佳 怎么了 外公喊你给他包食料呢 喊我给他包食料 你干吗去 外公说他喜欢吃 你多包点 你就把这活 好 来 准备去哪儿 你想去哪儿 你要是没特别安排 就跟我回工作室吧 录音室下水到堵 约了云去修 没问题 可是你工作一天了 我还要你陪我干这个 有点过意不去 忙了一天就想看见你 至于看见了 要做什么去哪儿 都不重要 走 好像带你回娘家里 嗯 走掉了 我还以为我睡错地方 你还以为在天资一号 是啊 前几天在天资一号 没见着孟老师 没想到回到这个地方 倒是见着了 乖乖 期待的贵宾来了 快来 前辈 您好 前辈 您好 上次不知真身 还真以为你是 隔壁学校师兄 多有冒犯 多有冒犯 没有 没有 好好说话 我好好说话了呀 他是圈子里前辈 该有的尊敬要有的 跟我呀 不用那么见外 就是不用见外 莫老师 快坐 我刚睡觉忘记收拾了 莫老师 你坐这里 你俩这么严肃 这么紧张 干嘛呀 再这样 下次我都不敢带他来 枪老板来咱这儿做客 我们得礼貌礼貌 那我也算我们这边的吧 嗯 我也得礼貌礼貌 行 那你们这个阵仗 我是不是该说 请大家一定放心 我会对省省好的 你 又开玩笑 这不是玩笑 对 绝对不是 从枪老板眼里看到了真诚 其实我上一次来就想说 我觉得你们这儿挺不错的 比完美佩音第一个工作室要大 我们这儿是社长找的地方 他在附近一个美容院上班 这儿之前是稍儿美术班 这儿老师正好是社长客人 后来搬走了 就赶紧租下来了 哦 是这样 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乖乖 我是老师 小学教英语的 我叫走调 我是完美佩音的正式员工 尾巴都翘天上去了 这位同学 我实话实说啊 对吧 前辈 你是什么职业 不方便说也没关系 方便 我是医生 网上好多人八卦都没八卦出来 你竟然和风雅松是一个职业啊 你们俩没说过吗 有保密协议的 逗逗姐说了 不能透露完美佩音 任何人的私生活 而且她也没问过 是是是 我知道你注重隐私 所以从来不问生生的 你们是生活里的朋友 不一样 聊半天了我都忘了 喝倒水 你是喝茶还是饮料 冰箱里有可乐冰红茶 没关系 我自己来吧 方便吗 要不我就进厨房了 又不是没见过 行 那今天我是这边的 就不陪你了 是 人真好 一点没架子 瑞瑞啊 改天啊 带你转转完美佩音 走来走去都是野姐大佬 没有一个游家子 人都可好了 炫耀吧你就 我炫耀什么呀 又炫耀又生生 是吧 五点了 我下午还有工作呢 莫老师 莫老师 我现在回天资一号了啊 这就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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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什么这儿 哎 哎呀 我 我一会儿有课呀 你不是早上才说没课吗 忘了 调 调 调课 调课 又不是第一次见面 不用找借口走 对啊 坐 坐 坐 这是你们的地方 我只是客人 也 也是啊 过来 来啦 你好 你们好 我是午夜的 来修下水道的 对 厨房洗衣机旁的 下水道坏了 这边 这边 好的 好的 你们坐着吧 我来盯着 是哪里啊 这个是吗 这个 好 好 布置没架子 还是个大包大懒的 靠谱好男人 来 豆姐 那是烤好的面包 谢谢 好香啊 豆姐 咱们风老师家里需要补贴吗 这么省 看出来了 每次点外卖 横竖都要十五块钱以下的 喝完的饮料瓶吧 非让我们丢在纸箱里边 卖废品 还有他那个手机啊 都用了五年了 卡死了 买东西一堆打折的圈 但是 每次请大家吃东西 又一点都不含糊 不像没钱的 他有钱啊 名配音演员 三甲医院儿科医生还能省 他能没钱吗 那他这是 攒钱娶老婆呢 我觉得很少见有人这么省的 他就是从小的习惯 他其实对朋友挺大方的 就是自己特别省 念书的时候就这样 一开始啊 我们不是很熟悉 了解不多 每次吃饭聚餐 都找那种特别贵的地方 毕竟难得出一次学校嘛 结果结账A 他也什么都不说 特痛快给的 直到后来 莫老师跟我说 我才知道 原来他生活费什么的 都是自己打工证的 平时过得特借鉴 好男人 名气大 粉丝多 作品多 还林飞闻 而且脾气好 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跟谁哄过脸 他就是天生脾气好 当了儿科医生之后 脾气更好 你说 未来的嫂子长什么样呢